更勾起了人们对老女族的怀念 因此我们特别制作了 中美女族最精彩的三场对决 让我们共同来追忆 那个玫瑰怒放的年代 1996年 亚特兰大奥运会上的这场 女族决赛 是中国队第一次对世界冠军 发起冲击 中国队后防核心温立荣的确证 让美国队在刚开场 就寻找到了课程之机 他们利用速度上的优势 频频偷袭中国队的身后 中国队门前一度显向欢声 这场比赛 中国队不仅要发挥出自己的水平 同时还要好球 高宏这一次奋勇地扑了脚下球 这次出击非常的及时 而中国队在顶住了 对方的强攻之后 也开始利用精妙的传切配合 给美国队的后防线施加压力 美国队在一段猛攻之后 终于抓住了中国队门前的一次机会 好球 美国队的8号迈克米兰在门前补射攻入一个球 这个球是美国队在右路 船中 高宏第一脚扑得很精彩 丢球之后 中国队并没有慌乱 依然在有条不紊地展开进攻 并在第31分钟取得了成效 赵里红一个直传过顶球 好机会 挑 球进了 中国队的9号孙文 在上半时的31分钟 攻入一球将比分搬成了一比一平 应该说这脚过顶的长传打得非常突然 这就是一种节奏上的变化 中国队突然打了一脚长传 孙文挑得非常冷静 这个球对方的后卫是拼命地回来护驾 但还是慢了一步 下半时开始后 技术细腻的中国队一度控制住了比赛 在阵地战中耐心地寻找着机会 出色的整体配合更在一段时间里 把美国队压在了半场之内 水性侠 没有起脚机会转移到中路 刘亚林一个直传 然而好景不长 在采用了一段手势之后 美国队又展开了一波新的攻势 中国队门前再次告急 好球啊 中国队的5号 谢慧林把这个球给保护出了底线 美国队的启动速度比较快 团到中间 下半时的22分40秒 美国队一次断球反击 在右路突入 横桥到门前 16号是米尔布莱特攻入一球 美国队2比1领先 这个球呢 中国队是正在往外压 被对方断了球 实际上这个9号米亚哈姆呢 是从越位的位置上 回来拿球 而且呢 参与了进攻 是他传给了14号 这个球应该盼他越位 他从越位的位置上 回来拿球获得了利益 传给了14号福塞特 福塞特是右边后卫 他正好是从后排插上 他已经启动了 中国队的队员反身在追 在速度上已经无法赶上他 这样被他切入禁区 16号 米尔布莱特包抄 把这球推进了大门 之后的比赛 中国队没有能够再次得分 只能遗憾地 以1比2的比分 引恨美丽坚 告别了世界冠军之梦 四年之后的新年奥运会上 中美女足这队冤家再次聚首 并与挪威队分在同一个小组 这也就出现了96年奥运会 99年女足世界杯的前三名 要在同一个小组中 竞争两个出现名额的局面 比赛刚开始 中部队就利用边部球员的速度优势 和出色的整体配合 搅乱了对方的防线 在短短三分钟内 就创造了四次角球 其中更有两次险些得分 外围 刘英 孙文 蒲伟 传进来 机会来了 对方的门将穆里尼克斯 扑倒了刘英 蒲伟这个球传得不错 刘英 一扣 但是呢 是球打起来之后呢 打在了刘英的腿上 好的 今天头球摆到了左路 赵立宏 角球 美国队的三号皮尔斯 把球挡住了底线 还是角球 谁都没有碰到 被美国队的后卫 用身体把球挡住了 另外一侧的底线 美国队的门将穆里尼克斯 抢在范运节的头顶之前 把球打了一下 然而 美国队马上怀疑颜色 米尔布莱特以一技抽射 吹响了美国队反攻的号角 米尔布莱特突然射门 顺着大风 正好呢 球又在他面前 是凌空抽射这个球 力量很大 高宏这个球反应很快 而且采取的处理方式也很妥当 单拳把球拖出横梁 这个球救得很精彩 美国队获得角球 上面场38分钟 高宏出击没有拿到这个球 他喊了一声 结果呢 跳起来的时候没有打到 美国队的11号伏迪 在后点投球攻门 球进了 美国队1比0领先 高宏盲目出击造成的失球 似乎让美国队找到了中国队的弱点 他们继续用凶狠的射门 试探着高宏的状态 高宏又做出一次精彩的扑救 尽管美国队门将今天的状态不错 但中国队队长孙文 在下半场比赛中的一脚神来之笔 还是让他鞭长莫及 这个距离呢 稍稍远了一些 但现在是顺风 有可能会有意想不到的情况出现 撤进了 孙文 右脚内侧提出一记漂亮的香蕉球 越过人墙 实飞对方大门的右上角 也是借着风势 这个距离即使是男选手 能够提出香蕉球直接破门的 也只有米哈尤罗维奇这样的 大力射手型的选手 为数不多的几人 孙文居然一脚直接破门 门将穆里尼克斯拖了一下 但还是打在了横梁的下眼 弹进了网窝 孙文他提进了为中国队效力的 第81个国际比赛进球 也是本届奥运会女独比赛 他个人打进的第三个球 美国队在比分被扳平后 加强了进攻的力度 在上半场表现出色的 米尔布莱特 又一次让中国队吃到的苦头 主裁判判判划了点球 再看一下 范运杰是做一个铲球动作 普尾没有能够跟住米尔布莱特 下半场的28分钟 美国队后的点球机会 好的 高宏连续两次 扑出了对方的射门 先是扑出了点球 然后又扑出了对方的近距离补射 实际上对方补射的队员 肯定是在立立起跳之前 就已经移动 进了禁区的 今天的当时主裁判 在这个环节上 应该说是有一定问题的 高宏在去年世界杯的比赛中 没有能够扑出对方 五个点球当中的任何一个 今年他终于了受了 自己心球的遗憾 现在比分仍然是1比1 在神奇地扑出 对方的点球之后 高宏又多次瓦解了 对方的射门 帮助中国队 将1比1的比分 保持到了中场 中国队也又一次错过了 战胜对手的机会 在1999年的洛杉矶的 玫瑰丸体育场 中美女足在1996年 亚特兰大奥运会之后 又一次在美利坚的土地上 展开了一场巅峰对决 这场有9万观众到场的决赛 也创造了世界女子比赛 现场观赛人数的单场记录 借着主场之势 美国队刚开场就对中国队球门 展开了潮水般的攻势 美国队头号射手 米亚哈姆的任意球 险些被身高体壮的阿克斯 捅入球门 之后 阿克斯又用一脚大力的远射 给中国队来了一个下马位 上半场中断 中国队也在禁区线外 获得了一个位置极佳的任意球 由中国队的任意球专家孙文操刀主罚 可惜打得稍高了一些 皮球擦着横梁飞出了底线 零比零 中美女族的姑娘们 带着平局走进了休息室 下半场比赛开始后 中国队加强了进攻 7号张欧颖异常活跃 这段近40米的长途奔袭 将他出色的身体素质 和娴熟的盘带功夫 充分地展现了出来 只可惜 临门一脚还欠些火候 当然 面对包夹防守 仍然敢做出各种过人动作 这份强烈的自信 在众多中国球员中 却是非常难得的 全场比赛临近尾声 中国队的姑娘们 又发起了最后的送攻 最后一个角球 更把美国队的门将 惊出了一身冷汗 而美国队也企图利用 反击的机会 终结这场比赛 90分钟内 0比0的比分 也把双方拖入了 比拼意志和体力的加实赛 加实赛开始后 中国队的球员们 好像仍有使不完的劲 14号白节 在烈日当空的暴晒下 又上演了一出 千里走单季的好戏 紧接着 孙文的远射 又为中国队迎来了一个角球 这也是八年来 中国球迷 最耿耿于怀的一个角球 哪怕皮球就差半寸 中国的空枪玫瑰们 也许早已是世界冠军了 但是幸运似乎总是和 中国旅族的姑娘们 咫尺天涯 双方不得不以 另一种方式来了结 残酷的 令人窒息的 点球大战即将开始 中国队第一个出场的是 五号谢惠林 他能为中国队取得开门红吗 球进了 一脚轻巧的推射 谢惠林为中国队射进了第一球 美国队第一个出场的球员 也是轻松骗过了高红 将皮球送入网络 一比一平 中国队第二个走上罚球点的是 15号邱海燕 球进了 充满信心的射门 二比一 美国队也打进了这个球 再次把比分扳平 高红队球路的判断 也出现了些问题 两轮过后 双方占平 操刀主阀第三个球的是 13号刘英 美国队门将斯卡里 竟然判断队的方向 将刘英的射门扑了出来 中国队陷入了极其被动的局面 美国队第三个球员 一蹴而就 将压力完全抛向了中国队这边 本场发挥出色的张欧颖上场了 球进了 球进了 他将已经站在悬崖边上的中国队 暂时拉了回来 美国队第四个出场的是 九号米亚哈姆 他没有让队友和球迷们失望 四比三 美国队罚进了全部四里点球 接下来为中国队主发最后一球的是 队长孙文 他亲吻了一下皮球 希望他能给自己带来好运 猪跑 射门 球进了 现在胜负 就看美国队最后一名队员的表现了 六号 查斯坦走到球前 九万名观众都秉住了呼吸 所有的目光都落在了他的身上 球进了 美国队最终在点球大战中 以五比四战胜的中国队夺得了冠军 虽然中国的姑娘们再次倒在了美国队的脚下 但她们打出了水平 提出了让人赏心悦目的足球 无愧于自己和所有的球迷朋友 这就已经足够了 希望目前处于动荡中的中国女族 能够将老女族的精神发扬光大 在今年的世界杯上 为球迷朋友们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 虽然中国女族目前处于一个低潮期 但是中国老女族曾经带给我们的